然后往下往下走 哇 这手术武士上面躺了个什么东西啊 我们回来了 啊我就知道我就知道 我就 完了记了记了记记记记 忘了干净 大家好我们这次玩的游戏呢叫做 朱莉亚一个人 那么这个游戏呢出了第二章啊 那么以前在我的频道呢 有跟过这个游戏的第一章 没有看过的观众呢 可以从这个游戏的第一章开始看齐 主要讲的是我们这个小女孩叫朱莉亚 一个人在家 突然有变态要过来杀她 但是结果发现 整个游戏的剧情展开呢 有点超现实了啊 所以会发现有点像楚门的世界那种展开 那说到我们上一章呢 结尾停在了一个非常让我难受的节点啊 就是我们的女主正要找到真相 结果就停在这了 我们就来看第二章 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干什么前呢 别忘了点个赞点个贯注 我们争取每天更新 好的我们直接开始 选择第二章 然后开启脚步 我记得上一期我们结尾呢 逃离的妈妈来到了阁楼 点了按钮 这是上集结尾的地方啊 这是来追击我们的机械妈妈说 不回来 这并不符合模式 我才不会回去呢 无论这门后是什么 都比我永远死亡好吧 毕竟我们的主人公啊 上一集一直在死啊 各种司法 是时候要找出真相了 这个世界倒是怎么回事呢 第一章结束 这里出现了一个人叫做博士 所以这就是新的病人嘛 这个病人的日志是什么样的呢 旁边有护士说啊 这个名字和年龄都是未知 他当时是在大街上闲逛啊 然后被发现的时候呢 还带着一把尖锐的武器 那这个场景可以看到中间那个就是 上一集一直追杀我们的那个联盘上门嘛 下面这是医生和护士 他杀了三个人 一整个家庭 而那位父亲被活生生的给解剖了 不过这个病人被抓的时候呢 他并没有挣扎 看起来他并不在意自己被抓的事 那他说什么了吗 他虽然能说话吧 但是也没怎么跟我们交流 那有没有他指纹的记录啊 还有这个牙齿的记录呢 他没有指纹啊 而且他的牙齿呢 也没有匹配到任何的记录啊 这个男人也不在警察的数据库里 他不在任何数据库里 就不知道这个犯人的这个身份啊 所以这家伙就像一个幽灵一样 还不止这些呢 我们还给这个人做了一些测试 你们做了什么呢 他学里的寒拱量极高 那不可能啊 这家伙早应该中毒而死了呀 严格上来说 他确实是死了 X光照片上 上面显示他缺少了些器官 他也不用吃东西 他也不用呼吸 他也没有什么生命特征 啊 不不不 这一定是哪里弄错了吧 这结果一定搞错了 医生 我们还做了很多X光的这个检查 结果都是一样的呀 不可能是结果搞错了 而医生说 我遇到过很多奇怪的案例 但是没有遇到过像这样的事儿 那我们要不要通知政府呢 不不不 还别 我想研究一下这家伙 这可能是科学上的状态发现 古尔医生别被反杀了 顺便一提 你说他有武器 他带着什么武器啊 他拿了一把手术刀 没错 这就是我们上一张这个像伟人一样的犯人 少数大 第二张 朱利亚 一个人 回到我们女主的视角这边 开门 一个小长廊 哎呦 你还能往上走 墙上有个什么J啊 这是什么 我不理解 往上走 呦 这什么地儿啊 呦 这是一区骷髅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虽然这些都是尸体了 但看起来这个事故还挺开心的 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表情 地上有一个纸条 什么纸条 别忘了西区密码是项目的名称 然后北区的密码呢 应该在西区 看不太懂 先看第一个 注意 所有的记录都被存在 单独的瓷盘里头 这些瓷盘 包括了弥赛亚的编年史 谢谢你的耐心 如果你愿意 接受瓷盘阅读器的话 要联系首席技术员 弥赛亚计划 为了寻找新的救世主 啊 所以弥赛亚到底是什么 这个词听起来很重要 看来我们确实是在 一场实验当中啊 并且这个项目的名字 叫做弥赛亚 然后他是为了找这个救世主 可能我们女主就是救世主呢 甚至我们可能是人造人 不好说啊 等下等下等下 这电脑没看完 这有电子锁 啊 这有个西区和一个北区 应该有两个门 正好是锁的是吧 他们说北区的密码 应该在西区 我们先把西区打开了 好吗 西区密码应该是 哦 开开了 西区密码确实就是弥赛亚 那我们去西区嘛 西区里面应该还有北区的密码 等一下 这还有个妈妈控制 这是什么东西 母亲控制功能已经锁上 请与管理员联系 获取更多的信息 母亲控制 指的就是我那个机械妈妈吗 再还有一个模拟设置 房子的外观 这不就是我之前的家的一些设置吗 对不对 这个设置也被锁定了 要与管理员联系 这还有一个拜访者 实体 这个也都锁了 是不是这些东西都锁了呀 家务 我记得妈妈不是会给我一些这个杂物清单吗 这都是锁上的 反正这个选项就是证明了我们之前的生活的那个世界就是虚假的 全是一场实验好吧 这还有个死亡记录啊 但这个呢 也是锁的 都不让我看 当前的任务是什么呢 机密 只让授权人员来去查看啊 所以我现在这个电脑 别的事也干不了了 咱只能去西区玩 可以进了 都是实体啊 存个档 女 这么多妈 我的天 什么 为什么有这么多妈妈的客栏体 这到底是什么病态的实验啊 我去 这么长 哦 到这边就结束了 这边还有很多尸体 我怀疑这些尸体是不是都是主角啊 主角可能本身也是个客栏体有没有 得到磁盘阅毒器 哦 这边也都是放妈妈的地儿啊 但是有几个已经破了 估计有几个妈妈逃出来了 这个门需要电子钥匙卡 得到钥匙卡 等一下 这个时间罐里装的是那个变态啊 是那个家伙 不能往前走 咱们只能回来了 哇 这边能进了 这边都是罗布茨先生 还有摩利 都是我们在第一章里见到的人物啊 所有东西全是造出来的 全是虚假的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他们呢 肯定是为了做实验咯 对不对 我们回去咯 但是穿着打 这个门有来过吗 487057 哦 这是密码 北区 打开了 这不so easy吗 那这个区域 就没啥东西了 往前探索吧 我怎么感觉这里会有追逐站呢 比着大成狼 绝对会出事 得到一个瓷盘 这个瓷盘叫做我们弥赛亚的诞生 我们的弥赛亚 有两次出生 他的物理上的出生 还有他的灵魂上的出生 在他灵魂出生之后呢 他成为了我们的救世主 我们的创始人目睹了他的奇迹 并且决定开始创建一个邪教 他将带领着我们走向救赎和荣耀 诶 这里有个妈 你好 异常必须被捕捉到 猛恶士必须被遵守 所以他要来抓我 诶 他就走了 有更多的机身妈妈 我现在必须要小心起来了 我最后参端不注意的时候过去 变成潜行游戏了 哦 等他转过去的时候 我们再走过去是不是 我们先来这边看看吧 这是一具骷髅 但他拿着一张纸 上面写着 有一些母亲逃跑了 我警告过他们 一些母亲出了故障 哦 就是说有一些机械妈妈也觉醒了 是吗 如果他们杀了我们所有人 并控制了这个项目 那么他就结束了 几十年的这些研究 因为疏忽而白白浪费了 但是我们的教父吧 父亲会注意到 会哪里有什么不对的 他会救我们的 对吗 他不会忘记我们的 这也很重要 我们很重要 所以这就意味着 这些机械妈妈跑了 然后还杀死那些掌控这里的人 那是好事坏事呢 不好说 继续往下走吧 把他撞过去 哎呦呦呦发现了 没事 他跑得太慢了 这也 但人 但这个数目有点多 等一下 结果到下个房间他就没追了 那可真是坚持不懈 太坚持不懈了吧 到下个房间就不追了 我也要追过很久 我们能回去吗 毕竟刚才还有几个房间呢 我们都没有看 这个房间给来一下 你需要把这个螺丝先拆下来 还要找一些道具 找螺丝单 这是什么呀 这些都是器官 真恶心 又得到第二张瓷牌 这个瓷牌的名字叫做与弥赛亚一起在的生活 创始慢慢地发展出了一个社区 在那里 我们的弥赛亚能引领我们 我们可以平静地生活 远离就污染的世界 很快这个社区就变得越来越大了 最终会有成千上万的新的追随者 这个社区呢 是一个乌托邦 也是我们的弥赛亚开始用他的能力 来治愈这个被污染的世界 又被发现了 没关系 走 有关系 我被戳下了双眼 然后妈露出了笑容 我靠 得到一个螺丝刀 我使用螺丝刀 有啥呀 这是个解谜 我再看一遍 倒数第二个也是蓝的 完成了 二号机房的电子锁已经被拆除 应该是哪里可以走了吧 听起来像是什么东西 在东边开了 我希望我没有搞砸什么 我靠 我把这变态放出来了是吗 我这可是搞了个大杂呀 是这样吧 我们把这个长廊都逛了一遍啊 然后可以去右边了 左边就找了一个文档 然后放了一个疯子出来 哦呦我的天 这咋了 不对 画面一这样说明那个疯子要来杀我了 是不是 你是什么东西啊 你好 他疼吗 你问我啊 什么疼不疼 是我每次被杀疼不疼吗 那肯定疼啊 那我说疼 是的 我就知道他疼 但是别担心 我是来帮你的 你是来帮我的吗 你看起来不像啊 哇靠 包是个什么生物啊 之后可能会揭晓吧 得到第三个词坛 天启 我们的弥赛亚 预演了第一次的启示录 他给了我们确切的日期还有时间 指示我们该做什么 以及如何为新世界做准备 多年以来 我们的弥赛亚获得了人类无法理解的力量 他告诉我们 他会保护我们的 这些尸体我就不看了 没什么对话 访问被拒绝 请使用二号电脑打开这扇门 二号电脑 是这儿是吧 北区的门 open了 这么简单都不用密码的吧 然后这边是安保设置 警报灯 慢一点 常规速度 快一点 什么意思 常规速度吧 不懂 设施的状态 设施先是错误的 请与管理员联系 员工汇报 克隆设施 也是错误的 看不了 走吧 这什么玩意儿啊 这白色的玩意儿能碰吗 好像也没事儿啊 怎么了 被杀了 我这边独当回来了 又得遇到刚才那个奇怪的生物了 他最后问我疼不疼 我说我不疼 他说不要对我撒谎 我知道这很痛 但是疼痛是可以停止的 这到底什么东西啊 那这里安全设置 这个灯 这个灯我可得让它变得慢速 这个速度应该就是刚才 就是这个灯的 哎 果然它变得很慢了 我们躲它就好了 过来 这都是我自己 我靠 我就说嘛 我也是科隆体嘛 这些女孩 为什么长得都像我呢 主角怎么还不明白啊 哦我的天哪 发生了什么 你怎么还不明白啊 我都明白了 这门需要电子钥匙卡 请带上手术区的钥匙卡 谢谢你的耐心 还要再找钥匙卡 这全是我的科隆体 我靠 所以我现在是本尊吗 我现在应该也只是个科隆 原型应该是没了 得到了手术区的钥匙卡 警告 手术正在进行 此门将一直锁着 直到手术完成 如果遇到紧急情况 请联系主刀医生 等一下 主刀医生 你们还记不记得那个疯子 他手里一直拿着一把手术刀啊 他就是主刀医生吗 音乐不对哦 我大胆预言 前方高能 这个地儿好像来过 又好像没来过的样子 之前我们也看过这个海报 这是什么 我不理解 这个海报破碎了 旁边还有一个很诡异的笑脸 往下走 Oh my god 你看 这个科隆提的我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No 这是器官没了吗 还是脸就变成这个 脸就变成这样子了 他看起来像我呢 但他脸好像有什么毛病 扭曲了是吧 刚才还想 是不是眼睛嘴巴被挖了之类的 这都是器官呐 这也是我自己 得到第四个磁牌 牺牲 我们的弥赛亚实现了 他的诺言拯救了世界 数百万人牺牲了 但是他成功地阻止了世界末日 而我们 他的追随者却毫发无伤 然而这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为了阻止天气 我们弥赛亚的身体呢 开始腐烂了 虽然感染被阻止了 但是对他来说 已经太晚了 他的四肢和力量 开始衰退了 在失去他的能力之前 我们弥赛亚 预言了第二次的启示录 但是没有他的帮助 我们又怎么能阻止 新的启示录呢 这世界总末日是吧 干脆别救得了 什么意思啊 我一回头你就伸手 哈喽 玩我是吧 他向我伸手 是什么意思呢 跟他说话都不理我 有点诡异啊 冷汗冒起来了 去右边 这都是扭曲版的我 啊 我回来了 嗯 遇到什么了 不会那个奇怪的生物 又要来了吧 哦 是你 疯子 你好 我能操控这个疯子 是医生来看这个疯子了 给他准备手术 快点 那些医生们都在手术室里 等着你呢 所以这个疯子 被拿来做研究了吗 是这一天 这是手术的医生 有动画呀 现在说话人是这个外科主任呢 好了 病人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该开始手术了 我要先从这个手术刀开始啊 手术刀 像提到一个什么关键词一样 喂 这你可好 你喊一个手术刀这个词 直接给他激活了 把所有人都给秒了 我靠 手术刀 他只会说手术刀这个词啊 突然罗伯茨先生出现了 你是谁 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要叫警察了 罗伯茨先生 被秒了 这女的是摩里 他也要死了什么 为什么要等这么久呢 我要去派对来着 都要迟到了 他也被秒了 这应该是过去发生的事实 然后最后这个男人来到了一家房子 然后说 主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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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啊我们就回来了 刚刚是一段回忆吗 那咱们往下走去看吧 都是奇怪的 这是什么地 这好像有个电话 这么有警告 如果门卡住了 你就要去撞他 诶 这不又是我自己吗 我使用了螺丝刀 又有一解谜啊 蓝 蓝 我记下来了 前三个都是蓝 好像控栏 控栏 控栏 手术处的电子锁被栽除了 可以去手中室了 跟自己讲一下话 你好 还是不回我 诶 What the fuck 不是生长了 你是陆飞 你吃了橡胶果实 怎么让我撑挡啊 那有罪就在了 呀 不他走的好慢 也不用很害怕吗 哦 一点都不恐怖 哦 这门卡住了 我靠 我得蹲 怎么打不开啊 对不起我错了 怪不得他走那么慢呢 谁为了留时间 是让我开门儿的 快快快快快快快 谁心怀要开这么多次门儿啊 这么极限吗 这么极限吗 终于打开了 破了个去 还好这个游戏最独占啊 它只会追一个房间 这就结束了 然后往下走 哇 这手术武士上面躺了个什么东西啊 这不是人啊 忘了个去 先把主板东西捡了吧 得到了外科医生的记录 最近一个失败的克隆体 它的疼痛级别变得那么高 然后它就突变了 这床上躺的应该就是我们自己的克隆体 但是它突变了 这个克隆体变得更加的大 强壮 获得了战胜能力 它太不稳定了 我不怀疑它是否可以控制呢 而其他人想要继续研究这个生物 但我认为我们需要赶紧处理它 在维持一板之前 手术状态完成 我按一下按钮啊 不知道会出去发生什么 先存档吧 回去肯定出事了 现在 不对不对 瘟石手术树那个生物它醒了吧 我们回来了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我就 完了 记了记了 记记记记 忘了 干净 太狠了 哦 就里按这个门 这门有时候就是会卡住 很极限 这个 完了 我跑错地了 哥们儿 这样我们三个人凑齐了 打斗地鲁吧 别卡门了 哥 哦 我躲过了吗 就差一点 他们追过来了 这么懂得清燕放弃吗 哈哈哈 往哪走啊 现在 在哪 哦 这就是没来过的 第五个四盘 寻找新的弥赛亚 我们的父亲 就是我们的教父吧 因为他是邪教嘛 弥赛亚对我们有一个这个新的任务 我们必须要找到他的继任者 一个新的弥赛亚来阻止第二次启示录 因此创建了这个设施 包括实验室还有模拟室 弥赛亚计划 寻找新的救世主 这就是这个计划的全貌 扩弧 弥赛亚吗 所以我是那个要成为弥赛亚的人吗 就我们主角觉觉醒了 他意识到自己在这个循环里的这个行为来说呢 我觉得他应该确实是救世主 请求进入地表吗 大门在一分钟之后打开 坏了 变态来了 又是你 不要 你要在这干什么 你离我远一点 少数道 你就会说这句话是吧 找点心词行吗 哦在这里要跟他走位 这不是so easy吗 哦对不起 太难了 太难了 他会加速啊 他风光痛我腰子啊 我靠 哦他就会突然加速一下 我们要躲他那个加速 就得预判一下 哎 马上就坚持到了 大门已经打开 谢谢您的耐心 他不动了 他怎么了 所以这家伙应该是机身 我最后赶紧离开这里 大门打开就不追我了 不懂啊 快跑 给机会就跑 你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一个例会 我感觉这个女主要死呢 怎么 看上去她应该没追过来了吧 但是我还是要继续移动 话不要说我太满哦 他过着一个突然冲刺过 呃 这什么东西 是在那个邪校是吧 然后前面这个应该是他们的教父 你好 这应该就是教父了 他说 你肯定就是我们的弥赛亚吧 是我们的救世主吧 这帮人是谁啊 你看起来也太像他了 啊 我是教父 巴巴蒂尔 我见证了弥赛亚 我是他的自己 我的名字是朱莉亚 请你帮帮我 我觉得我被利用了在一场实验里头 你这个可怜的家伙 你一定有很多疑问吧 带他去庄园 这是邪教教徒 那那个大门呢 教父 我们应该再关上他吗 我相信是时候该收拾这些团烂摊子了 派驱魔人来吧 我们需要净化这个地方 清除所有残留的恋人证物的东西 你要把我带到哪里去 我会带你去 你的命运之地 不会就这么结束了吧 哦 还有 妈妈 是妈妈的视角 朱莉亚在叫我了 她一整天都在偷了 看了一些愚蠢的恐怖小说 我不该给她买了一些书的 她怎么就那么喜欢恐怖的事物呢 哦 你不会说这个游戏剧情展开 会变成妈妈觉醒了 然后要拯救女儿 这种展开吧 那太有意思了 那很然 这边都可以调查调查 这边没什么有趣的 下去 去右边 啊 这是女儿 你看女儿这房间 照片都挺正常的哈 跟这女儿说话 妈妈 我已经教你教了十分钟了 我这不来了吗 宝贝 怎么了 妈妈我想要吃披萨 我们晚饭能吃披萨吗 求求你了 哦 朱莉亚 你什么时候才能不再表现得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呢 你都已经十九岁了 你整天都在看这些恐怖小说 看恐怖电影 吃东西 哼 哎呀 我知道妈妈 你觉得我喜欢这样子吗 我不 我只是没有朋友 我几乎离不开自己的房间 我甚至都不怎么穿鞋 我的袜子又脏又臭呢 那你就做点什么呗 该死的 这不是她自己的问题吗 你到外面去 交朋友 做点有用的事 你在家都帮不了我做什么杂物啊 妈妈你不要对我叫喊嘛 我知道 我并不是那么有用 但这也只是暂时的 我确实是有一些计划好吧 我以后要成为一个恐怖小说家 哎 我很抱歉宝贝 你知道我也不喜欢对你大喊大叫的 如果你的爸爸在这里就好了 他寄给我们的钱几乎没有什么帮助 我很想念爸爸 妈妈 我想要他回来 他不会回来了 爸爸怎么了呀 哦 离婚了 你的爸爸他已经有了一个新的老婆 和一个新的女儿 他已经不再爱我们了 他想要忘记我们 我们对他来说毫无意义 不 我知道爸爸爱我 总有一天他会回来的 嗯 总之我给你做点披萨吧 嗯 我还有一些事要做啊 不过我需要你先在你的屋子里待一会儿好吗 好吧妈妈 我会在这里继续看我的书的 所以说想要给他整披萨吗 好女孩 你可真是个好女孩 母女俩现在相应为命啊 我把那个藏在了烤箱里 所以说他给女儿准备了一些惊喜吗 所以让女儿在屋子里等着 烤箱是在这儿 他在烤箱里 手术刀 手术刀 是时候去阁楼了 我不理解这个行为 这妈是好是坏啊 呃 这不是疯子吗 是的宝贝 妈妈在这儿 你想我了吗 啊 所以这个疯子是 是妈妈的儿子 也是女主的 是哥哥还是弟弟啊 这 这 朱利亚 不 你必须离你姐姐远一点 她不能知道你的事呢 顺便一提 妈妈有礼物给你呢 把手术刀给了她是吧 手术刀 妈妈生这个孩子可能就是脑子可能不太好啊 有点畸形之类的 然后我也不知道妈妈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 把这个孩子放在这个阁楼里单独的去这个养育着 然后也不告诉自己的女儿 因为在这些剧情里面我们也知道嘛 女儿有说过妈妈不让自己去阁楼什么的 是的甜蝎 这个东西呢叫做手术刀 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玩具哦 妈妈有个很特别的事情要给你做呢 妈 妈 妈妈 你的爸爸可真是太太太坏了 我已经等得够久了 所以我想她今天晚上就受到惩罚 爸爸 爸爸 他抛弃了我们 他忘记了我们 他有了个新的家庭 就在今晚 我会把你带去他的新房子 然后你就用这把刀和你的父亲 还有他的新家庭一起玩吧 手术刀 是的宝贝 手术刀 现在我将来给你解释 如何进行活人的解剖 What the fuck 这么个展开吗 这妈妈问题太大了 诶 我在哪 这是被关起来了吗 哦 被那些邪教徒抓起来了 说为什么把我锁在这个地方呢 还有那个神父 爸爸蒂尔倒是谁呢 诶 谁进来了 新角色吗 哦 爸爸了 朱莉亚 你成功了 所以他能拯救我不 他看起来像是个好人有没有 第二章结束了 但是这个剧情展开非常有意思啊 就一直追究着我们的 要杀我们的那个疯子 只是我们的弟弟 他脑子不太好使 他是被妈妈这么教唆的 但是我们细细想这个游戏啊 还是有很多谜团不是吗 只能等第三章出了啊 挺有意思的 好 那么以上就是朱莉亚 一个人的第二章的所有内容啊 不知道大家看完这章是做何感想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是霍尔倒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